日本小林製藥的紅菊保健品風波愈演愈烈 小林製藥在上週五公布 由消費者服用相關保健品後出現腎病 截至週二已有50人入院 有一人更因腎病死亡 有消息指死者生前服用攝氏的產品長達3年 公司的社長在上週五記者會為事件鞠躬道歉 小林製藥也宣布回收五款使用商和紅菊原料合共30萬件產品 至於小林製藥香港分公司就說 沒有進口和銷售有關回收的產品 但不排除市面有水貨 至於日清暢銷商品東冰衛 其中一款紅色包裝的天婦羅橋墨面 被懷疑成份中含有紅菊色素 廠商立即澄清 公司沒有使用小林製藥的任何紅菊原料 可不可以